8月的台北市大运之后 另一项运动盛世两年一度的全国运动会 10月份也在宜兰举行 这项历史悠久的运动会 是国内等级最高的赛事 来自全台湾22个县市7000名选手 角逐338面金牌 而先前在市大运展露头角的金牌国手们 包括了郭信淳 郑兆村 杨俊汉汉王子伟等人 也都代表各县市出赛 更掀起了全运会的运动热潮 只要有市大运英雄的比赛项目 几乎场场观众爆满 因为观众的支持 这次全运会总共有33项大会纪录被打破 13项全国纪录被超越 可说是成绩相当亮眼 全运会的开幕典礼热闹登场 距离台北市大运结束不到两个月 宜兰用看见台湾 看见宜兰为主题 成功吸引国人的目光 全运会的圣火 也由宜兰子弟调环王子陈志玉 和田径女神尤亚军一起点燃 也正式开启为期六天的全运会赛事 历史悠久的全国运动会 每两年举办一次 其前多名选手 分别在39个运动项目中 真金夺赢 而各个县市更是全力以赴 因为这是国内最高等级的 综合运动赛事 好 各位观众 我们回到了106年 宜兰全国运动会 台北市大运风光落幕 宜兰全运会延续热潮 华市当然肩负转播精彩赛事的 重则大任 比照市大运的转播规格 高化时呈现选手的出色表现 殷商错过台北市大运的许淑静 全运会在53公斤及小市伸手 以抓局90公斤 平举115公斤 总和205公斤 轻松为云林线拿下一面金牌 就回去先加强 因为记忆都还没到一定的水准 所以我现在回去 应该就是跟着教练的课表 然后下去规划 就是再调整到实际赛 其实还是有点兴奋 因为今天看那么多人来帮我加油 其实就是也有感觉 就是世代的感觉 虽然没那么多人 对啊 所以还是蛮开心的 为了备战明年的市井赛 许淑静没有用权力 目的就是要保持健康 而在女子63公斤级 市大运的金牌得主 郭姓线也准备大展身手 好 在世代运举破世界纪录的郭姓纯 全运会抓举96公斤 停举126公斤 综合221公斤 为家乡台东县抢下一面金牌 其实虽然说这个重量对我来说是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阶段的一个短期的目标 但是我觉得当你听到一个就是 准备要打破大会计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点压力 然后我听到一打破一句的时候 我觉得心情 就是心情非常的就是亢奋 对啊 就是不想到那个 四大运一次破大会计 想要再一次 再一次的让大家体验一下这种 就是那种 破季度上瘾 和许淑静一样 郭姓纯明年要参加市井赛 全运会以赛代训维持比赛的感觉 当然还要来感受一下 国内观众的热情支持 而来到体操的场地 桃源市的李志凯 从翻滚吧男孩进化到翻滚吧男人 不但翻进了奥运殿堂 也在四大运完美落地夺得金牌 而在全运会 安马项目是他最擅长的舞台 阿马成绩排名第一 加上跳马跟单杠 还有男子全能项目 李志凯一个人就独得四面金牌 其实蛮开心的 就是觉得受到更多人注意 这样其实很开心 也是觉得更多人在支持我这样 但是我觉得 我希望把这个转为力量 就是给我自己更多力量这样 其实蛮开心 就是可以让透过我一点小小的力量 让更多人认识体操 然后更喜欢体操 这样其实是蛮开心的 田径场上更快更高 更强的目标是选手的终极标的 男子110公尺跨篮 陈奎如以43秒58的成绩 刷新大会记录 明天的陈奎如 打破八百会记录 台湾最速男杨俊翰 在100公尺的决赛中 以10秒29的成绩 凭了自己创下的大会记录 顺利完成全运会二连霸 恭喜杨俊翰 好 这个成绩 跨篮王子陈奎 则是在400篮的决赛中 标出49秒88 跑出机台 也跨越全运会 连续五届夺金的夹击 另外一位田径场上达成五连霸记录的 是跳高场上的向俊贤 两公尺14不是他的最佳表现 但是五连霸的记录代表将近十年的时间 没有人超越他的高度 向俊贤把目标放在更大的比赛 学弟有讲大家都是坐二望一 准备要干掉你这个疑 你自己现在怎么想 呃 其实他们有目标 前面有目标追 其实应该是他们会比较有动力 像我的话 我的目标也是对着亚洲籍的选手 像张国伟追 追着张国伟跑这样 对啊 就是其实每个人比赛的时候 都有自己一个目标啦 没有目标的话 其实你比赛下去 你会觉得很没有动力 填赛的另一个场地 标枪双峡的良性竞争 也是近年来观众进场的热门焦点 黄世锋和郑兆春互有领先 而今年的全运会 郑兆春直出78公尺62 黄世锋77公尺78 分战金银宝座 两个人的目标也是放在 2019亚加达亚运 以及联手推进东京奥运 世大运准备了一年多 其实世大运成绩表现得很好 然后比完了之后整个身体状况就往下掉 就是我很认真努力想要去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 发现身体没有想要去做 身体一直做抵抗的感觉 让我觉得说这次比赛的成绩很差 但是我还可以继续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如何能够让自己更稳定在未来的一些赛事表现 排球场上西北市包办男女冠军 尤其是女子组高雄市企图拿下全运会排球十连霸 而新北市政中有世大运台湾队长陈婉婷 双方一番激战 新北市苦战中迎来胜利 羽毛球情人王子维世大运之后知名度大开 今年全运会追求个人三连霸记录 金牌战以2比1拿下胜利 今年同时也是他的丰收年 世大运夺金加上全运会连霸 而世界排名也来到了前十名 目标放在明年的亚运会上 虽然开幕是在10月21号 但是部分项目早在9月底就开始举行 而世大运的桌球好手郑怡静 陈思雨还有台湾桌球一哥庄智约 就是第一批吸引观众踊跃进场的热门项目 新北市的陈思雨对上台南市的郑怡静 两个人同样是中华队的队友 现在又是竞争的对手 郑怡静世界排名第十名 最后还是不敌陈思雨的攻势 而陈思雨不仅女单夺下金牌 女双和女子团体也获金牌 是本届桌球最大赢家 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了嘛 然后前面两天都打了六场球 然后其实身体有点负荷不了 就是手的手有点抬不起来 就是发不了力的感觉 对 然后但是就觉得最后一天了 怎么样都要坚持下来 毕竟两年 两年才一次嘛 对 可能就是在战术方面运用的比较好吧 然后而且就是一直坚持 我就觉得说反正我状况不好 球怎么来我就怎么回去 追求全英会四连霸的老将庄志渊 先是在准决赛击败陈建安 决赛又立刻年纪比他小 二十岁的林云如 四度残联 全英会多求单打冠军 自己反正也没有去管对手 可能最近状况自己不是太好玩 所以在场上还是尽力去调节 然后就是修正一些错误 就是没有去伤态的 所以今天你觉得还难吗 其实在打这些权威 自己感觉都一般 不是很好 因为一直都不是状况很好 对 对 我已经去调节 对反正就进力打 全英会的最后一个项目 马拉松 男子组由金门县的何敬平 领先所有选手 第三次在全英会夺得金牌 女子组则是由长跑名将 谢千鹤拿下金牌 而她个人排在五千公尺 以及一万公尺的项目中夺金 全英会一共三面金牌肉带 经典的比赛落幕之后 下一届将由桃园市主办 而台北市以七十斤 五十七银 七十一桶 登上全英会最大赢家 世大运的英雄们 也同样在全英会上绽放光彩 其实收获最多的 是因为这些体育英雄精彩表现 和凝聚团结的全国观众